今天我們這個音樂會 其實每一場都會邀請嘉賓 在中間做一個小小的座談 沒得坐在家裡的 今天我們不是跟立場合辦 當然邀請到立場記者 這個記者全香港人都認識的 因為她把身份證 曾經放在攝影機面前 我不知道我這樣介紹 令你們笑 你們會不會生氣我 但OK 大家都笑 這樣就OK了 我們有請… 到了吧 陳朗星 星哥 星哥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否站在這裡 你站在中間 你好 你好 今天大家都在黑色 今天就好 你剛才講過你 是 剛才講到 辛苦了 不要客氣 辛苦你了 其實我們首先問一些膚淺的問題 其實為什麼你想做記者 這個問題提到整晚的 做了多少年 怎樣入行 多少年 我2004年畢業 做了現在也十五年 剛剛今年 為什麼會做記者 很簡單 因為我讀新聞系 讀完新聞系 當然是 無論如何都要嘗試 是不是人一輩子 一輩子 一輩子就做了十五年 但其實我 在這裡也不怕跟人家說 比較醜怪 我一早也很想做記者 因為其實我 大家都看到兩奔斑白 年紀也有相當上 我們成長的年代 是遇上六四事件的 我們那時很小 雖然八歲 但是很震撼的 我不知道多少人 感覺到那種震撼 你見到一個 在很近又很遠的地方 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於是成長之後 就很想去找一個原因 究竟為什麼這麼有趣 這個地方會用一些橙汽車 在那個地方有著火 死了這麼多人 於是就開始對中國歷史 有一點興趣 後來就很想去看書 發現原來中國這麼有趣 看書 這個又說那個是賊 那個又說那個是賊 要麼是長匪 要麼是毛匪 那整個國家都是匪 整個國家都是這樣 於是 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年代也有看叮噹 於是就覺得 如果我們回到之前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身處其中 我就知道 哪些是真的匪 哪些真的不是匪 這個想法有點天真的 於是就開始覺得 如果我是記者 我去到現場 我就知道 哪個是對的 哪個是錯的 當然 讀過新聞學 我們就知道 其實新聞 不只是事實那麼簡單 有時是一些意志 是記者的意志 但是也就是這樣 誤打誤撞 就入了 真的很想做記者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看歷史書 很多都說到 我對清初的歷史 清末的歷史很有興趣 那時候那些人就很流行 原來是假裝報的來救國的 不知道大家就知道嗎 譬如南華早報 中國日報 華致日報 全部都是宣揚革命的報紙 那時候就覺得 如果要救國就要假裝報 那做傳媒就對了 也是一個很天真的想法 所以無數的天生交叉 就成為了今天站在這裡 這個大家都認識 也都看過了身分證的人 其實身分證的號碼 有一點介意 不過就不是最介意 最介意是張相片 我知道 還有就是這樣說 張相片是年輕很多 和瘦很多 我又不覺得 我真是 好 不要傷心 OK 大家覺得這張照片都OK 我相信 現在都OK 真人都OK 謝謝 我想問回 其實在這二百天 我想在你採訪的生涯裡面 我想這二百天都是非一般的二百天 在你的人生裡面 其實都未必會經歷過 這麼動盪的時代 其實你在前線 我們不斷在網上去追訪的新聞 其實都看到你們 永遠都留到最後一刻 面對著很多的危險 其實在這二百天裡面 你有沒有一些的感受呢 感受肯定是很複雜的 其實我們就 很老實說 在做事的時候 就不要太多感受 太多感受會影響自己的判斷 影響的判斷 當然影響可能很深的 小則影響自己 中間就影響立場新聞 大則就影響了整個新聞界 譬如如果你受到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或者有些東西激到你很生氣的時候 難道你衝出去搭他兩鍋嗎 對不對 於是你就真的變成 穿著螢光衣去搶反的人 但是我們在這一刻 我們還可以很大聲地說 沒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的記者去搶反 所以我們的情緒 永遠都是要放後一點 甚至當然在這二百日裡面 有一些畫面是很難去完全沒有想法的 於是我最新發現的一方法就是 我們用一些鏡頭 現在我們不用再用手機 多虧大家 我們換了一些器材 用4K的鏡頭 4K的鏡頭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跟手機一樣 如果我們有情緒的時候 我們看著螢幕 如果是4K的鏡頭 就看著螢幕 如果是手機 我們就看著螢幕 加從就好像那件事沒有那麼接近 其實令到我很有感覺的畫面有很多 我自己其實 但我最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都不記得是7月還是8月 在金鐘街頭 大家又圍住了警察總部 然後那些示威者就準備 分發一些物資準備 就是要去準備 我記得在統一中心外面 然後我看著旁邊 為什麼全部都是中學生 好像中學生去旅行 但他們不是分橡皮糖 不是分波板糖 不是分薯片 是分手襪 口罩 口罩 豬嘴 好像我讀書的時候 那女同學又被手套前面的男同學 就覺得這款不適合 好像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像去旅行 但是其實他們 接下來是去抗爭 然後 一會兒就已經金鐘到 煙目黎曼 我們都會在這個時候想 大家坐在這裡 大部分都是成年人 都有這個想法 為什麼要中學生去做這些事呢 我想你絕對不可以用一個說法 他們今天很喜歡違法 又或者說為了朋友 我想不是這麼簡單的幾句話說到 另外當然另一個最強烈的就是在理工大學外面 其實大家在電視機看到最厲害的時刻 我就不在這裡 看到那些裝甲車燒著了 那些我就不在這裡 我是凌晨五點多才進去 在附近 但是 我們一做就做到早上 當然是滿目倉儀 但是 原本也沒有什麼的 當然也很睏 所以 在街上睡了幾個小時之後 突然之間 一看 為什麼有紅十字會走過呢 紅十字會的人穿著白衣 真的像紅十字會旗 在眼前橫走過 那一刻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否紅十字會大約是克里米亞戰役 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出現 為什麼香港會弄成這樣呢 當然那一刻我們還沒想到 其實我們就拿著手機 追著來拍照 追著來做直播 但是走進去的時候 仍然忍不住 抱著一個行家在那裡哭 那個行家其實不是很熟 兩個大男人在那裡 因為他又哭了我又哭了 那我哭了一會就算了 沒有人拍到就算了 也很害怕被人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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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很多畫面 很多畫面 但是之後 大家又說到很危險 其實是那些示威者 他們在第二天早上很想 突圍 突圍的時候 他們很天真地覺得 我們拍著他們 令他們突圍不了 其實我們根本警察看到他們 就與我們無關影響他們的事 但是他們覺得我們這樣影響了 那時候也打了回到公司 說他們很擔心 我就說 好吧,不要拍著他們 其實不要拍著他們 也只是不要拍著15秒 15秒之後 我發現他們的旁邊 全部都是警察 但是之後就很誇張 三面都是警察 即是橡膠子彈 胡椒球彈 催淚彈 三面都來了 我們在橋底下 原本都用了專業 就說我們找個地方避一避 誰知看左看右 看前看後都不能避 於是就說算了 中就中 就站在中間 中間又真的不中 不知道是否 可能警察也看到我們穿黃背心 說他是這樣 但是那一幕是很震撼的 因為周圍全部都是彈 然後示威者 他們沒有穿到 其實他們想要走到 他們沒有穿甚麼裝備 他們穿平常的裝束 然後警察在他們的前面 其實很近 他們和我的距離 走過了 但是拍攝也看不到 那些示威者 不知道為甚麼 但是總之就是這樣 扭作一團 就是很多這些畫面 但其實你見到那麼多 還要是親歷其境的 一些衝突的畫面 其實你是不怕死的嗎 坦白說 死就沒有想過會死的 後來看到有行家中過眼 就怕眼睛比較多 所以… 你也中過彈 對嗎 中過 我們想著… 很明白警察 因為我做了很久的警察新聞 看到一些演習 使用槍械也很多 我打算用我最粗淺的數學常識 只要我不要跟槍械成一個直線 應該也沒有問題 但是當然我中彈的時候 通常都是那些 我都猜不到的 譬如… 一喊一聲之後 跟前面的行家散光了 我又不知道 然後砍一聲 然後我問誰中了 原來是我自己 想彈的時候 又或者試過 我以為胡椒噴劑 我知道他們一定是射最近的 我打算站後一點 誰知他現在有一個新方法 向天射 拋物線就高了一點 剛剛又射中我 但我忍不住的 我也有跟警察反映過 在一些回島面的場合 我說 如果有個人躲在牆上射你 那你要反擊 你應該射牆後面的人 你沒理由射牆的 但你現在就… 有個人躲在牆上 我們就是那牆 你射我們做甚麼呢 但是… 就得不到一個很滿意的回覆 但是… 總之都是這樣 那你說 怕不怕會死呢 就… 沒有認真想過 真的沒有認真想過 但願不會吧 那如果會了的話 都… 未必會告訴你為何會 所以… 所以就這樣吧… 你剛剛也有提過 你跟之前有做警察新聞 或者一些演習 或者跟前… 現在記者跟前線的 警察的溝通比較多 你的身分證據也跟我們溝通過 那… 那… 你又介不介意我 問你如何看現在前線的警察 或者如何看警察 又或者你覺得所謂甚麼 很多… 很多… 很多學術的 甚麼路西法效應 很多… 呃… 說法 但你自己… 真人 逐個逐個面對 成半年了 轉變是甚麼 感受是甚麼 對你們看快點 對著警察其實是複雜的 坦白說 我從2005年開始做港文 開始做警察新聞 我都說過很多次 我入行的時候 是李明葵做處長的 那時候大家… 當然是很互相尊重的 很多人都說過 李明葵很不喜歡人家 叫警察做警察 我們永遠問問題 都不會用警察 來叫警察 試過有些行家 即是說警察怎樣怎樣怎樣 阿sir是不回答的 所以出於一個尊重 我們都不會這樣叫 那麼… 同學者的關係 其實是密切的 尤其是2014年 雨傘運動之後 因為那時候 又是有些傳媒聯絡員 但是… 他們那些職級很低 不過那時候 我們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比較好的 即是他們 虛寒問戀 但是… 當然了 又是去到拉人的時候 他們又… 即是職級太低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幫助 那麼… 但是… 後來我們就… 阿sir是檢討過 然後就發覺 不如找一些… 立即高一點的來吧 這樣… 那麼… 其實在2014年 到… 這… 即是運動爆發之前 大家的溝通是多的 我也都去過警察學院 跟那些傳媒聯絡隊 分享過 其實我們是要做什麼 也都告訴我們我們是怎樣 但是… 即是… 今次一場運動是… 這些全部是… 沒有了 那些關係 經驗都沒有了 其實你問我… 我自己… 其實對警察 我沒有很大的憤怒 好坦白說 我從來沒有用過動物來形容警察 這六個月來 我… 我也很肯定告訴你… 顏色也沒有 那麼… 那顏色就… 就難免了… 難免了… 是的 我覺得有… 不用動物來形容一些… 職業的人 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已經… 對… 其實… 很簡單的數學 就是… 你三萬人的部隊 怎樣也有十分一 或者… 再少一點 都會有人知道 但可惜的就是… 現在的層次就是… 你也看到是… 越高級的就是… 越去… 為下級的行為 去解釋 或者是掩飾 什麼都好 那麼… 這是一個最困難的情況 但是… 很坦白說 我很多人都不相信的 譬如我不覺得是有大陸警察在裡面的 因為… 其實大家不知道 警察其實一向都是這樣的 大家很少… 很少接觸的 是的 就是我… 八年前 我試過在街頭 他們捉藍馬人打架 明明是有拔槍的 那麼我看到… 然後我後來去問他們 他們說沒有 那麼我想了很久 是不是我的眼花呢 沒有理由 那麼近看著 這支槍拔出來 都不是 但是拔槍要寫報告的嘛 不知道是不是後來 沒有了這件事 也都試過 我在街頭看到有人被人打 然後我做好市民 去落口供 那個警察死也想說 是兩個人打架 互相打架 其實明明是男人打女人的 那麼他經常都想 說那個女人有沒有還手 那麼我就很… 我也明白你想要我這樣做 那麼我當然死也不說 但是最後那位女士 後來都認罪 那麼就判了手行為 那麼當然其實對她來說 不是一件難的事 手行為是很簡單 但是公義其實是彰顯不到 那麼其實這些事是… 其實是發生著的 不過大家平時不太接觸他們 那你不就看不到而已 那麼這次突然之間 是一個這麼大的層面去見得多了 那麼大家就會覺得 哦原來是這樣啊 其實我想問一下在座人有沒有看過一套電影叫做《逆權司機》啊 有沒有啊 是啊 你也有 是不是 《逆權司機》其實這個故事就是講一個藍絲的士阿叔 其實就是如果代入香港的情況就是一個藍絲的士阿叔 那麼就無端端就載了一個德國的記者 那麼在這個光州事件的時候就幫她排除漫難 把一些拍攝的影像傳給外國的傳媒 那麼其實星哥剛才也說過了 《六四》 那麼其實呢 其實記者這個職業或者這個角色 在一些大型的社會變更或者抗爭的時代 其實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麼面對著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傳媒機構 其實都會有一些我們叫做白色恐怖啊 或者一些的打壓啊 或者這樣也好 那麼你有些什麼想跟你的同業去分享 或者是寄予他們的呢 其實 即是說到我好像要教同業做事 那當然是擔當不起了 其實我想我們在《立場新聞》工作是幸運的 好實說 你看到我們有些同事 我們在記者協會裡面 很多的前線行動都會有去參與 很明顯《立場新聞》容許我們這樣做 那麼很多行家其實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但是其實他們也有努力的 即是大家看到我們在警察總部的一些表態 各樣東西 其實我們在《立場新聞》工作 受的壓力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 即是總編輯完全是 你去吧這樣 但是其他的傳媒機構是有的 所以我經常都在直播裡面都畢厭其煩說 希望大家市民真的不要因為 那個記者做的傳媒機構 而去傷害他 甚至是或者阻礙他 我自己也是在第一份工作 我做廣文的時候都是在左派報紙 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其實每一個行記者 都明白自己站在前線的時候 那個責任和那個角色 不是很需要我去教他們怎麼做 不過大家都會有一些困難 可能是工作 工作裡面有很多元素 很多家庭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多給一些鼓勵 就算是剛才說的那些機構 你說的很多東西看的那些機構 或者是大家覺得那些很藍 很親建制那些 其實永遠不知道 你永遠不知道最重要的鏡頭 是由誰拍到 很老實說 中槍的鏡頭 我們《立場新聞》是拍不到的 那麼 其他那些很多 其實你永遠不知道 其實大家都明白道理 譬如之前說的《七景》 《朱經緯》那些片段 其實都不是《立場新聞》拍到的 都是很多東西看的電視台拍到的 所以永遠都是 多一個鏡頭 就多一個監察 就多一分真相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有機會 我明白大家會生氣的 會覺得是否做假新聞 但是站在前線的記者 他們真的很明白自己要怎麼做 只要你說在大時代 其實每個大時代都會引育一批記者 《六四》引育了一批 可能回歸有一批 我自己認的 我是屬於03年那批 即是七一那批 那年我是實習 我剛剛跟蹤了23條的立法過程 我試過有一次星期六 在立法會上 其實當時很想站起來 罵業樓的 但又是這樣想的 如果我站起來之後 我又會影響了學校 又影響了機構 但我永遠都很難忘 七一那天我爬上了 因為在宜和街的電箱裡 整六、八條行車線都是人 我們其實以為是不可能的了 即是條例已經過硬了 即是已經 就像今次一樣 政府最後已經讓步了 每個人都說沒問題 也好像一定要立法 但大家都明白那個擔心 但到最後 原來是有這樣的一幕 而今年在宜和街 八條行車線都有人 但我已經爬不上他的電箱了 所以站在欄杆旁邊算了 但震撼感也是強的 而且不同的是 今次站在欄杆旁邊 看到很多舊同學 看到很多舊朋友 大家對社會的掛心有多在 最後我想問到一條問題 可能有點難回答你 回答你所可以回答的東西 立場新聞對我來說 這四個字是擺不在一起 我自己讀有限的書 我經常說新聞要中立 下姑什麼什麼 也有很多其他說法 沒有一個傳媒是中立的 諸如此類 我想問星哥 你覺得立場新聞的立場 是代表什麼呢 這次我真的有做功課 很難得 證明有幾個朋友 像Andrew那樣想 立場和新聞 其實應該是擺不上的 如果你們都這樣想 就證明大家真的很信任我們 你沒什麼看過我們的網頁 就已經捐了錢了 其實在認識立場裡面 是有說到的 索語其實說立場是一個價值觀 表明我們是支持民主自由 我們是要為無聲者發聲 我記得我建公的時候 總編輯就說 我們就算不支持那件事 也要讓他們說 譬如港獨 我們不需要說我們支持還是不支持 但我們一定要有他們的新聞 一定要讓他們說 那時候他會出事 他說會的 有23條來了 封鋪 封鋪之後 寫不了才算 我就說你做烈士 那好吧 上班吧 其實與其說是立場 立場是指我們的價值觀 但是大家如果回去有機會 不要現在看了 就是認識立場裡面 就是說我們的立場 不影響我們去新聞求真 不影響我們客觀去報道事實 看事實這件事 立場純粹是我們 我們罕為我們主場的立場 這個立場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都一樣的 我們任何人 哪怕是林鄭月娥 一會兒說 想跟立場做個專訪 我一定會去的 所以我們是沒問題的 多謝謝勝哥 多謝謝勝哥 感謝大家 多謝